看影片之前提醒你热点网站还有更多内容 超强台风卡努以每个小时195公里的速度横扫日本冲绳 目前已经导致了一人死亡还有多人受伤 超过20万户的家庭停电 而处于台风中心位置的冲绳纳坝市 有超过30亿万的居民接到了当地政府发布的疏散避难指示 面对来势汹汹的台风卡努 海陆空交通也因为恶劣的天气中断 冲绳纳坝机场和公固机场也有超过500多趟的航班停飞 根据日本气象厅的消息 台风卡努目前正往西北方向移动 预计今天会登陆中国东海 而且强度预料还会继续增强 每小时高达195公里风速的超强台风卡努席卷日本 位于南部的冲城岛出现强风大雨 把大陆旁的树木吹得摇摇晃晃 海面上也掀起一波又一波的大浪 不停拍打岸边马路和建筑物 当地政府已经向居民发出避难指示 呼吁民众离开有危险的地方 镜头转到同样受台风杜苏锐侵袭的中国 尽管已经登陆中国第六天 风力已经减弱 但杜苏锐仍带来强降雨 在北京和周边地区引发大范围的洪水灾害 在房山区有小区水淹超过一米深 民众的住驾四周也被洪水围困 消防员需要指导他们顺着救援绳索进行转移 一些地区则由救援队徒步 为灾民穿戴好救生圈后撤离 至于重灾区门头沟 也有多个山区城镇断路断网 军方需要出动直升机空投食品以及救灾物资给受困民众 不过有部分门头沟的地区洪水已经消退 路面上一片狼藉充满泥命 当局需要出动神手来铲泥 有不少泡水的车子也因为故障等着被拖走 虽然洪水已经退去 但灾民回想起当时洪水来袭时仍然心有余悸 然而杜苏睿还没完全送走 另一波台风卡奴已经步步逼近 中国气象台预计 卡奴会在今天内进入中国东部海域 预请各方做好准备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